大家好 我是煌靈 今天要帶來的影片是台版R29事件的個人推薦表 如果想知道RANK升不升的判斷方式 我之前有做影片說明過了 今天就不重複啦 有興趣的我把連結貼在影片下方資訊欄 那就直接進入正題 請問的部分除了留下唯一例外 其他都可以無腦升上R29 而留下的部分 還在低RANK的可以先不升 而升超過R24的就建議不要再往上升了 留下打這個月的飛龍 有機會上場坦 而低RANK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如果跟我一樣已經升上R19了 有可能會被飛龍制裁 就節哀順便吧 中位的部分 比較特別的是六星可可蘿 這個月武王新黑刀有上場機會 RANK是不太確定要R級啦 建議是先卡著 不要往上升 等作業出來再跟著升上去 後位的部分 比較值得一提的是露娜 現在一些日版前排戰隊是已經全部升上去最高RANK了 他們升上去的原因是RANK夠高的露娜 如果前幾發爆擊了 新黑可以多一發UB 傷害更高 所以他們會一群人進去塞刀 露娜爆了 新黑多一發的就打完 沒有爆的就等下一輪 而台版現在算是過渡期啦 不太確定台版露娜的攻擊力 夠不夠做到跟日版一樣的事情 這個要再花時間研究一下 過幾天可能會有影片 今天是來不及的啦 會怕的可以先卡R14 好了 這次比較特別的都講了 然後一些老生常談的我在說明都有註明了 如果還有其他疑問就留言問吧 我有看到就會回答 以上就是這次影片的全部內容了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點喜歡 訂閱並分享 然後要開啟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才能第一時間收到本頻道的通知哦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